刚才,夫人回江州了,据说,她带了一个四岁的孩子 人呢? 姓索索,算了 挖地三尺要把她找出来 是 四岁 难道是那天晚上 妈,你居然把我骗到酒店相亲,我是不会同意商业联姻的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什么商业联姻呢 那柳氏集团的女儿,一直可是仰慕着你的 唉 小美人,你别跑啊 我妈居然给我下腰 我妈居然给我下腰 五年了 我沈雨晴终于回来了 妈妈,你不是说回来给我找爸爸吗? 妈妈,你什么时候去给我找爸爸? 你们就没有定情信物吗? 定情信物?有一个玉佩,可惜我弄丢了 K集团江先生刚刚完成一个重大项目 目前可以进行考验试试试,达到上千万人 妈妈,这个人是我爸爸妈 我和他长得好笑 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是你爸爸呢? 他怎么可能是你爸爸呢? 那我爸爸是谁? 江美人,你别跑啊 没想到,我后妈和沈安西 竟然为了生意 给我下腰 那个男人到底是谁? 妈妈,不是说你上班要迟到了吗? 哦,对,我要去上班 菲菲,你在家乖乖的哦 嗯 哪个不张眼的? 小雨 你,你怎么会在这儿? 你不是应该在五年前死在那个老男人床上吗? 当年果然是你和你妈陷害我 沈雨晴,你还回来干什么? 江州是你能待的地方吗? 难道是回来抢家产的? 沈雨晴,我警告你 别以为你回来,段哥哥就会回到你身边 我可以告诉你吧 我跟段哥哥马上就要订婚了 我怀孕了 你们订婚,跟我有什么关系? 小雨你 段哥哥,沈雨晴出轨的视频你不是已经看过了吗? 他可是为了钱,才跟那个老男人出轨的 沈雨晴,我警告你 你要是敢不要脸的勾引段哥哥 我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在江州待不下去 瞧瞧你这身打扮 应该很缺钱吧 沈安夕,你怎么有那么多的批药放 我要去工作了 哎哟,你怎么还在这儿? 你看看现在都几点了 你不想看了 来,把这杯酒啊 去给那边客人送过去 今天来的可都是祖宗 咱们一个都得罪不起 你 好,我这就去 好 你 你两个眼睛出气的呀 什么东西 你两个眼睛出气的呀 什么东西 对不起,对不起 刚刚有人办我 真的对不起 这条路是你走的吗? 你没看到这这么多有钱人啊 撞到了哪个你赔得起 知道我这发型多少钱做的吗 你知道我这礼服多贵吗 我告诉你 把你卖了你也赔不起 打扮得跟个妖精似的 过来勾引男人的吧你 我只 千万不能因为一时冲动 把工作给丢了 佩玲 佩玲 这个女人一看就是故意来勾引你的 你赶紧让她走 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呀 怎么这么倒霉呀 做完这个兼职 我还得去律所面试 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我经常在这种地方兼职 可能见过 我们走 想一想 你被开除了 快给我滚蛋 李总 怎么回事 我不能没有这个工作 得罪了柳氏集团的千金 原来是他搞的鬼 李总 你听我解释 哎呀 你别解释了 看在认识一场的份上 沈玉琼 我告诉你啊 江佩玲 不是你能勾引的 惹了他 别说你 就连我都得跟着倒霉 你别赖他们想吃天鹅肉了 你呀 只能找我这种人 你跟着我 以后吃香的喝辣了 我每个月给你三万 只要把我伺候高兴了 再给我生儿子 以后我跟我老婆离婚 娶了你 怎么样 滚 要生孩子让母猪生去 不要钱 还生的多呢 你 要生孩子让母猪生去 不要钱 还生的多呢 你 滚 把他给我赶出去 这个女人以后再也不要他进来 沈玉琼 从今以后 让你在这行 再也没饭吃 不要碰我 我自己走 这个女人很熟悉 好像在哪儿见过 怎么想起来了呢 总裁 你妈刚才来电话 说我给你安排一个生活助理 说问问您的意见 我不同意 别让她胡闹 都怪你个姜佩玲 都怪你个柳娜呢 飞飞明天交学费 我得赶紧找个工作呀 快看快看 蒋老夫人再给蒋家找生活助理 生活助理 那不就是保姆吗 什么保姆不保姆的 只要能经常见到姜佩玲 就有机会变成姜太太 而且月薪五万呢 真厉 月薪五万 这么高 K集团招私人生活秘书 每天工作六小时 月薪五万 钱不钱的无所谓 我只想当K集团的女主人 这可是跟姜佩玲 朝夕相处的机会 不给钱我也去 喂 明天的体检我不去了 公司要加班 五万 五万 不就是当保姆吗 工作没有规见 这个对当妈的没有难度 先去律所密室 再去姜佳 行了 虽然你几年没有工作了 但你的学历很好 就暂时先在我这里 先干几天试试看 真的 你先别高兴 我这里正好有一个老民的案子 就交给你去做吧 我看好你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告我 法务部也是刚收到消息 说是我们分公司装修声音太大 扰名了 我已经派人打钱给雇主 表达歉意了 但是他们说 钱没收到 所以把我们给告了 律师马上就报了 有意思 律师是谁 你 是你 总裁 你们认识啊 认识 不认识 昨天就见过一次面 也不算认识吧 你先是出现在展会 现在又以另外一种身份 出现在我的公司 你认为是巧合 到底是谁 安排你在我身边 姜总 你误会了 我只是缺钱 多干了几份工作而已 去告诉你们老板 让他另外派个人过来 跟我谈 姜总 我是不是 哪里得罪你了 你不能这样 我第一天上班 你这 我们老板会开除我的 那你就回去辞职 让你们老板换个人过来 啊 有哪个字听不懂吗 我倒要看看 你想耍什么花招 嗯 恭喜你完成了 打扫卫生做饭 等一系列考验 我们夫人很满意 你是唯一被留下的人 从明天开始 你就可以到家里来上班了 好 我一定好好工作 好好照顾夫人 不是照顾我 是照顾我儿子佩玲 什么 那 你们想� isolation